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在国乐团里面 低音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国乐器的音频总是比较高 需要低音的乐器来帮我们把 更音做得更厚实一些 那么其实大家都说 为什么国乐团里面会有西洋的大提琴呢 其实在我们近代里面 我们已经中西乐都融合在一起了 比如说我们也用到低音谷 我们也用到木琴 Marimba或者是钢片琴 那么在作曲家越来越扩充 我们乐曲的丰富性的时候 我们就把大提琴也放进来 我们的国乐团里面 那么我们运用大提琴浑厚的低音 为我们乐曲创造出更丰富的色彩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黄敦毅老师 来为我们示范 如何把大提琴演奏得更好 从磁工运工还有一些技巧讲起 好我们欢迎黄敦毅老师 我今天要从运工开始讲一些大爱琴 平常会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地方 那我先从磁工开始 因为磁工方式很多种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 我们要放轻松让我们的手可以去动 但是你又可以拿得起功 在拿的时候有些人会这样抓着 太用力所以造成他的声音会 这时候琴的声音就会突然出现一个不太好听的声音 那通常我们会去找到一个在运工上面 或者是在拿工上面很轻松的换动 找到一个轻松的方式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到运工里面 那进到运工里面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耳朵打开 声音好不好听运工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 第一个我们把弓放好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我们手是很轻松的 然后我们开始去听我们的声音 然后我们要去听 我们这些运工的过程中 我们的声音不会忽大忽小 我们的声音是很稳定的 就算我们要换弦 我的声音有没有接过去 我的声音 我的弓跟弓之间的声音有没有很稳定 我的弓跟弓的 这时候也可以看看我的动作 我的弓跟弓之间有没有接好 我的弓有没有滑来滑去 我的声音有没有忽大忽小 或者是出现很多的杂音之类的 然后换弦的时候也是都不要紧张 换弦换弓都不需要紧张 去顺着你的弓 去顺着你的弓 然后耳朵去听你的声音 有没有好好的接过去 接过去 接过去 好,现在换到啦 对,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运工 那我平常会练的方式 通常我就会这样 一个弓 可能在练琴前 可能会来个十下或二十下 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会把耳朵打开去听一下 诶,我的琴今天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然后以此类推 然后换到这一条弦 去听一下 诶,我今天的琴,我的弓 我出来的声音怎么样 然后换到第三条弦 然后再换到第四条弦 然后去做一个右手的热声一个动作 对,这个是右手的持弓 跟一个运弓的一些练习 那会比较用耳朵去检查 我的声音到底好或不好